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 秘密 近几年一国总打嘴炮却不敢贴近挑衅 原因中国造了四艘全球最坚固航母近些年来 中国在南海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已经在那里建造了四座海上机场 这些机场的跑道长度为2700到3000米 是标准的大型军用机场 这四座机场被称为永不沉默的航空母舰 就连享誉全世界的美国航空母舰也不敢靠近 了解新闻的人都知道 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在南海填海暴露 对其中的四座岛礁进行了加强和加固 在上面建了军用飞机场 岛上已经建设了完善的设施 比如有淡水系统 有发电系统等等 除此之外 还建造了永久性的地下公式 并且已经在那里部署了多个型号的地下防空导弹 在南海岛礁上 中国还建设了对海探测系统 在近期 有关新闻报道不断出现 已经在岛礁上建了独立式的恒温机库 因为海上是非常潮湿的 岩度也比较大 日照非常强烈 作为高精尖的武器 战机在海上会遭受恶劣环境 容易出现故障 所以建设独立式的恒温机库非常有必要 印度空军配备了苏-30战机 理论上 这款战机性能非常不错 但他们的战机出其率非常低 主要原因是 印度太炎热了 他们没有很好的停放战机的机库 所以战机老是出现故障 因此中国建造的恒温机库 这样能够很好的解决战机在海上的保养问题 邻居介绍 在中国南海的大型机床上 预警机 轰炸机 以及大型运输机都会进驻 将来 中国可以在四个岛礁上 部署四个航空旅 各个型号的战机达到120架 还可以部署高速导弹艇 如果再配备超音速的导弹发射车 以及各种导弹艇武器 每一个岛礁都将会拥有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 所以人们将其称为永不沉默的航空母舰 相信任何一个国家的航母 都不敢进入该航空